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在第一期当晚就说过了 吴亦凡要 Revenge X Storm 和Vance 在学生邪迷中继续发光发热 然而目前Revenge X Storm 的假货也开始暴增 这个JW Anderson X Converse Chalk 70国内市场价 1600到1700元左右 特部Rich系列 尚未发售今年抛弃了AJ1的热狗 节目中上缴了私下长穿的黑绿阴阳Cormus 而近期上缴的特部鞋款则在未上市 周汤豪 Yeah Jordan E Royal Blue Pyramid 定制版 Hey Slip On 7盘格 国内市场价 400人民币左右 在我们的珍宝里 转发周汤豪的玩鞋之道 周汤豪说 你们想到的哪里他都有 但节目中则选择着较简单和较为特别的写款 满书和Balenciaga Triple S 全版 国内市场价 7000人民币左右 Air Jordan E Shadow 国内市场价 1700人民币左右 42吗 Air Jordan 11盘盘的党 国内市场价 200人民元左右 42吗 曼苏克在上架了几双AJ后 在选择没事换上了昂贵的巴黎世家 那么帅气程度是否增加 就交给你们判断了 往里看 Air Jordan E Armaged to Home 国内市场价 2900人民币左右 42吗 Air Jordan Armelo 国内市场价 1000元左右 42吗 被调侃成王闪火 王闪火 在节目中也是奔爱上 叫Mike 鞋款 Jubert Jordan E Credit Toe 国内市场价 3500人民币左右 42吗 Nark AMO App Temple 国内市场价 2600人民币左右 42吗 Nark Air Force F1 国内市场价 700人民币左右低调技术流 虽然话题不多 但同样是位球鞋玩家 节目上从第171的纯白AFE 一直玩到最近的黑红脚趾 也能看得出 球鞋贵于评价 和实力没有必然联系 所以各位鞋迷们 履新玩鞋 比球鞋重要 的事情 还有很多啊